为了让学生展现社团学习茶道的成果 竹山镇瑞祖国小 特别选在校内的森林教室 举办野茶区茶道成果展 让来现场的家长与贵宾 体验在大自然享受 喝着好茶 欣赏茶道文化的气质 学生认真谈着乌克里里 为这次的茶道成果展开场 竹山镇瑞祖国小举办茶道社团成果展 校方特别选在校内的森林教室进行 要让所有家长及贵宾在森林里面体验 与大自然结合 享受茶叶的清香 我学茶道有学了五年了 从国小一年级开始 然后我就对茶叶有兴趣 然后呢老师教我茶道 我也是蛮喜欢 然后社团是在这个学期开始 让所有同学一到五六年级 都可以学习到茶道 我觉得这个社团真的是蛮不错的 然后因为就是这个森林 要是也很少有人来 这是可以在这里 就觉得有清静大自然的感觉 这是我们这边很独特特有的那种环境 像今天办起来的温度啊湿度啊 整个天气啊 都是非常适合在户外 享受这种品茶的那种活动这样子 这是都市学校里面所没有的 不可能会营造得出来的 那实际上我们的学生是长期训练下来 我们觉得下次来这边读书 学到这些是很特别的一个经验这样子 茶道文化的气质相当优雅 这次的成功在校方更特别结合大自然八大元素 以及迷宫意境来设计 希望可以借此陶冶学生气质 未来也可以有更多元的发展 那今年我们茶会的主题叫做野茶区 那是由我们学校的茶艺老师 赖金云老师的发想 那他的用意是希望说 在我们学校这片桃花心木林里面呢 让小朋友在这样子大自然的气氛里面呢 泡茶享受大自然气氛 同时他利用大自然里面八大元素 来设计茶席 让小孩子从人这样的立场来思考 跟这八元素的一个关系 同时融合在我们茶艺里面 在这种一个安静祥和的一个气氛里面 自然的陶冶他的心性 当然从中呢也体会到说 茶它的味道它的滋味 那藉由这样整体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小朋友整个人文的气质 气质以涵养渐渐来提升 当然可以看到我们小朋友 他在对人应对进退呢 也非常的优扬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组渐的成长 这也就是我们学校呢 推展四维六翼主要的一个方式 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场地 是我们的森林教室 那会在这边办是因为 我们要有效地运用我们的这个 生态的这个学校的特色 那今天设计的主题 其实主要就是小朋友小时候玩的迷宫 那让大家在这个迷宫里面寻查寻方 那希望小朋友在这个展演的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学到独当一面 因为我们的学校是非常小型的学校 那孩子的舞台其实并不多 那基本上我们就是希望说透过我们的茶道 因为茶道的领域非常广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茶道的这个教学 让他们接触各个领域 去发现孩子的专长在哪边 特色在哪边 那今天就是让他们独当一面 呈现自己的时候 藉由校方的创意与努力 要让学生亲身了解茶道文化的意义 培养文化气质 也希望可以切齿体会自然生态重要 并且在未来有更加多元的发展 谢谢大家